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为您分享AWS Lambda的课程 今天是第十一期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Lambda的别名管理 对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如何使用Lambda的别名 咱们来管理后面的版本 该怎么用 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咱们使用Lambda的别名管理功能 上期我给大家分享了 咱们如何使用Lambda的版本管理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要利用别名功能 来管理各个版本 干什么 是这样 因为咱们开发出了自己的Lambda 对吧 主要是干什么 主要是给咱们客户端使用 对吧 那么咱们暴露给客户端的 可不是各个版本号 而是别名 用户通过Lambda的别名 访问到咱们后台的函数 那么咱们后台就可以做调整 给用户访问哪个版本 咱们都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今天我就带您来演示整个的操作过程 好的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首先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左侧是用户 对吧 它会调用咱们的Lambda 咱们暴露给用户的是 大家请看 是Lambda 然后冒号跟上一个别名 咱们会把这个名字暴露给用户 让用户去使用咱们后台的计算服务 对吧 那么咱们大家看过这张图 比如说咱们Lambda的函数 一共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版本1 一个是版本2 咱们现在给用户使用的是版本1 对吧 我现在这个给的权重是百分之百 那么比如说 咱们又增加了新的功能 让用户可以使用版本2 但是又怕产生bug 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行 咱们希望什么 咱们希望仅仅给一部分用户 使用版本2 其他的大部分用户 还使用版本1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 这个操作却是透明的 该怎么做 这个就要用到咱们的别名功能 用户看到的Lambda的信息 就是别名 他不知道后台有什么 那么咱们怎么做 请往下看 咱们会再增加一个新的版本2的Lambda函数 然后让用户流量的20% 导入到咱们新版本的函数 80%用户还在使用老版本 这样就算咱们系统出bug了 没关系 影响的用户数仅仅是20% 这个就是我要给您介绍的别名的功能 非常非常重要 咱们今天一起学习哦 好的 该怎么做 咱们大家看我的操作步骤 首先咱们要利用上期我给您建的函数 然后咱们去建出函数的别名 然后咱们分别对这个别名后面的每一个版本的函数 进行一个加权授权 然后咱们去调用函数 让您看到实际发生的结果 或说调用的结果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我就给大家演示别名的使用方法 那么咱们在操作视频 再见吧 咱们在操作视频